大家好,我是胖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希望没有订阅的朋友,别忘了订阅 大家所看到的那三个小仓库 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等于会告诉大家 大家看到那只鸟吗? 因为我去看小鸟 被这个鸟爸爸发现了 现在我只要一出来,鸟爸爸就不停地叫 我估计是在警告着鸟妈妈 防备着我 大家看 我上次看到的时候 还有一个鸟蛋没有浮出来 那个鸟蛋现在也浮出来小鸟了 现在有三只小鸟在这鸟窝里面 这种鸟还挺大的 也不知是什么鸟 我听见鸟妈妈在树上叫 她可能担心她的小孩被我拿走吧 不知大家能看得到吗 鸟妈妈在那个树上叫的 大家看看这些箱子 都是我们家老太太放在这里的 就这么多箱子 其实这是一条过道 我以前把这个过道都给清理好的 把箱子都给它移走了 每一次我把这边给清理好以后 它就堆了一堆箱子在这旁边 大家看看这么多东西 都是我们家老太太的 全部都给堆满了 你们看 这个仓库 我们家这个仓库是40乘以60的 它把这些 都是买的这些乱七八糟东西 堆的满满满满的 你们想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吗 我等一会就开箱给大家看 看看 你看这三个箱子 也是它的 大家看 这些厨房用紙都是新的 还不便宜 然后他去二手店买这些 瓶瓶罐罐的东西 回来家就买这些大卷子包装 看看 大家看看他买的东西 这是什么呢 我们这种东西 里面装的东西 是有点 就像我们这种东西 没错 我们这种东西 也要不要怕 我们这种东西 这个东西 都只有一些东西 都只能帮自己 我这种东西 是 好 还有这种东西 这个杯子算比较老的 有些不老的东西 他也买回来 他不管 他就是在给大家看看 什么东西包装在里面 你们所看到的这个是塑料 喝茶的杯子 他也从奥马买回来以后 包装 放在这箱子里面 我现在是一个手 拿着手机 我打开让大家看看 他买的是什么 大家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都是不值钱的塑料的 塑料的杯子 他也买回来 包装 放到箱子里面 什么都买 只要他出去 可以说没有他不买了 什么东西都买 大家看 都是一些乒乒乖乖的东西 没有他不买的 他都要买回来 这个是小鞋子 刚才给大家看过一只了 都是买这些东西 我们家 外面那三个小仓库 里面装的都是这些东西 都是这些 你还不能说他 我老公每次说他的时候 他都生气 这个东西 在一元店 也就是一块钱一个 他也给买回来家 包装 放到箱子里面 那他包装的时候 那些东西还不值钱 这个厨房的这个大卷子 还有这个塑料箱子 比他买的东西的价钱还要高 大家看 连这个锅 他也放到里面去包装 当成古董 装在里面 没有他不买的 甚至拿这个洗澡的浴巾 去包装 这都是洗澡的浴巾 拿去包装以后再买新的 包完装以后 用完以后再去买新的 每一次都是这样 我老公说过他好多次了 说了都没有用 说了以后他还生气 大家看后面那些箱子 全部都是他的 你所能看到的这些 一直到尽头了 全部都是他的 还没包括外面三个小仓库里面 他买东西已经失控了 大家看这些铁锹 大家看这些 这个铁锹是新的 好几个新的 这个也是新的 大家看这个也是新的 他一买都是买好几个 我们家需要吗 其实不需要 我们家有 大家看看这个是挖洞的 我们家需要买吗 不需要 你看我们家这边已经有三个了 一个 两个 旁边还有一个 三个 我们家这边已经有三个这个东西 是挖洞的 他又去买了两个 你看这一个蓝的 全新的 大家看看后面那个黑的 也是全新的 都是他买的 没有他不买的 他不管 用不用得着 他就是要买 大家看看这个 花 还有这个篮子 这也是他买的 买回来以后就往仓库里面一丢 不要了 大家看看这边的箱子 全部都是他的 我前面的视频有给大家讲过 我挖水沟的事情 这条水沟就是我挖出来的 这有一个排水管 所以说现在水进不到这个棚子里面了 这个是仓库右边的水沟 大家能看得清楚吧 这就是他让我们挖的 后面还有一个水沟 根本就没起作用 这个柜子就是从老太太住那个老房子里面给拆下来的 我老公这几天都在帮他拆这些东西 庄稼快收割了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家仓库都快被我们家老太太给填满了 我上一次整理仓库 把一些不要的东西卖出去以后 仓库里有了一些空间 结果又被他给填满了 每一次我们回来家以后 仓库里面总是会多好几个箱子 也因为他乱买东西 我老公说过他好多次了 每一次我老公说他的时候 他都生气 你说我们家仓库都快装满了 还能再买吗 要不是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 他买的更多 因为这个疫情嘛 商店都关门了 他也没有出去买 现在呢 我们跟老太太是分开住的 个人过个人的 我们现在过得很亲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了这里 喜欢我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